古时候地球上的人少 所以竞争这个念头没有 土地太大了 谁去竞争呢 你有能力跟多少你就跟多少 没有界限 也没有是你定我的 没有 每个人没有这个概念 大家互相尊重 互相敬爱 互相关怀 互助何助 人少嘛 现在人多了 大家强土地才发生竞争 所以那个时候人心淳朴 清净心生智慧 现在人心充满了妄想 幻想 杂念 这个东西生烦恼啊 不生智慧 神智慧的很容易觉悟 所以深陷 佛菩萨越往上古去越多 就是这个道理 越接近现代就越少 心乱了 不是别的 大小城 经典佛都说 智行一处 无事不办 你把心放在一处 放在一处就是定 定久了就开智慧 智慧开了 无事不办 这问题都解决了 我们今天接受尽踪 接受弥陀的教诲 我们把心放在名号上 这个方便 这个智行一处 这一处在哪里呢 阿弥陀佛 我这个心呢 就住在这一处 这一处好 不但真的是智行一处了 而且得阿弥陀佛 为神价值 智在其他一处 得不到福利价值 智在这一处 得到阿弥陀佛价值 我们不怀疑 我们肯定 祝福对弥陀佛的赞叹 赞叹他是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正常我们对阿弥陀佛的信心 正常我们对往生净土的怨心 这一生就成就了 我们走的是成佛之道 要记住啊 外面许多人在障碍我们 希望我们把成佛之道给拉下来 我们的念头一动摇就被他拉下去了 不要理他 他爱怎么做就怎么走 与我不相干 我如如不动 他用什么力量 也没办法把我拉下来 你要去理会他 你就上大档了 所以听到了欢喜和张 阿弥陀佛 祝福他 健康长寿 少灾少难 我们这件事清楚 他心里听到神欢喜 他对我 我听了念阿弥陀佛了 不放在心上 要放在心上 我们就上当了 我们真的被他拉下来了 永远走这一条成佛之道 幸运之民 去哪走 好 谢谢大家 回来 回来 来 我 回来